特莱莎梅政府已经向最高法院发出上诉 要求高等法院裁决 谁有权处罚脱欧的正规程序 特莱莎梅政府也面临着来自于她所在的保守党的议员的反对 希望她能够让脱欧计划更加的透明化 多达40位的脱离党成员可能会投票反对工党的议案 要求特莱莎梅在正式谈判之前提供一个脱欧计划的概述 根据美女士保守党的亲欧盟议员安娜·苏布里的说法 依然将会在下议院周三进行讨论 并可能包括进行一个不具约束力的表决 这实际上超过了党派政治和部落制度的限度 对于来自于同一个国家的我们来说 团结在一起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弗雷莎梅的发言人格雷格斯威福特回应了这个呼吁说道 我们不会在必须透露之前揭开底牌 该议案是在高等法院裁定首相不能触发 李斯本条约第50条条款 以及在没有议会的支持的情况下 它是两年脱欧会谈一个月后到来的 然而周一英国政府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 希望可以推翻对英国退欧策略的裁决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院长大卫纽伯格说道 围绕着英国脱离欧盟 我们强烈地感觉到了 这里有许多的广泛的政治问题 然而这些更加广泛的政治问题不是上诉的主题 这一上诉涉及到了法律问题 作为法官 我们的责任是公正地去考虑这些问题 并依法裁决案件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如果政府在最高法院胜诉 李女士就可以按计划在3月底之前触发第50条条款 然而失败可能会导致议会进行拖延和对脱欧程序添加附加条件 理论上来说甚至可能会冻结它 英国退欧在今年一直以来都是英镑的关键推动因素 在公投之后英镑已经两次触及31年低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我是希勒斯塔斯金娜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